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一個均勻的粗繩 懸掛在兩千枝牆壁間而成平 如這個圖所示 若繩了兩端A跟B 它的切線跟這個垂直牆 切線跟垂直牆 這個甲甲 一個系大一一個系大二 然後呢 這個神的C點是最低點 神上的這個A、B、C 它的張力分別是T1、T2 這是T2 這個的話呢 這是T3 或是他那他也是T3 這兩個粒是重力和緩重力的關係 摺項類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好我們看看 然後那個A選項 它說C大一大於C大二 對不對 C大一大於C大二 對 為什麼呢 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種線 如果是均勻的話 這種線 我們稱為那個懸戀線 懸戀線的話 就是以最低點 它的牽直線當走的話 它是左右對稱的 而且它的圖形是像這種 這個是懸戀線 人家有算過 證明過 它這個是左右對稱的 然後的話呢 越往下的話 它這個切線 越往下的話 越緩合 越緩合 越平 越往下越平 到最低點的話呢 就是乘水平 那越上面越陡 也就是越上面的話 它跟那個 牽直線的夾角 就越大 那這裡的話 跟牽直線的夾角 就越大 那這裡的話 跟牽直線的夾角 是夾90度 這樣子 好 那 那這一點 比這一點低 就是這樣一畫 這一點 比這一點低 所以呢 它 這個 比這個緩合 所以這個角度比較大 這個角度 我可以比這個角度大 也就是c大1 大於c大2 這個是對的 好 照我們看看 看看這個 V 1的話 他說te 最大 我們看 我們可以算一算 因為我們已經照 c大1 比c大2 大 那我現在把對槍 丁在這個 繩子上面 這個繩子 做了整個力 做了一個te的張力 還有這個呢 t 還有一個重力 這角的繩子這樣 叫mg 好 那 這個呢 是c大1 這個是c大2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角度就是c大1加c大2 好 因為這兩個是內錯角 這兩個是內錯角 這是c大1加c大2 好 所以我就想著 這個ter 除上呢 這個 sine這個角度 這個是180度 減7大2 減7大2 sine 180度 減7大2 sine 那我會等到啥呢 我會等到這個t2 這個 除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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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度是sine 那個 180度 減7大1 那 會等到什麼 會等mg 除以sine 這個角度 mg 除以sine c大1加c大2 所以我就想著說 這個是 sine c大2 那 這是sine c大1 那 現在 c大1 大於c大2 所以t2 會大於t 因為它 筆直是固定的 這個角 這個角 比這個角大 我們知道 在第一向線 那個sine是增盤數 角度 如果是 略角的話 角度越大的話 sine c就越大 這個大於這個 所以這個大於這個 就t2 大於t 然後 t3 是最小 這個會大於t3 為什麼會大於t3 因為 比如說 我現在把對象定在這個 這個質量 我們叫做m1 他現在的話 收了幾個0 收了這個t3 t3 還有什麼呢 還有張力t1 還有什麼呢 還有那個重量 重量 就是m1 m1 m1就是這半條的質量 m1 g 好 那為什麼t3最小 因為 它合力等於0 所以我把力量分解在水平方向 這個水平分力 水平分力 這個 這個是7大1 的話 這個 這個就是 90度 減7大1 那 這個的話 我曉得 這個te 這個cos這個角度 cos這個角度 cos這個角度 這等於sine這個角度 sine 點1 直接1 減掉t3 這個 跟這個力會抵銷 等於0 這t3 是等於是什麼呢 是等於t1 3 審1 這個的話他是小的T1 同樣道理 T3的話也會小於T2 所以T3是最小的 我們看B B說是T1最大 T1最大是對的 不對 T2比T1大 T2的大也T1 我這個好像弄錯了 T1 T1 C打2 沒有錯 T2大也T1 T2比T1大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T2最大 再來我們看看C選項 C選項的話 他說 等一點張力的水平分量均相同 這個對 任意什麼呢 任意點 他水平 張力的水平分量 比如說你問這一點 這一點的張力是往這邊 那麼他的水平分量 你就把對象釘在什麼呢 釘在這一小段上面 這一小段上面的話 T3 T3的作用力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叫做T' T' T' 還有什麼呢 還有那個重力 這一段的繩子重量 這什麼叫M' 那這個水平分量 合力等於0 那也就是說 我把T' 投影過來 就T' 水平分量 減掉T3 這個等於0 也就是說 張力的水平分量 張力的水平分量 會等於T3 會等於T3 就是最低點的張力 任意點的水平分量 等於最低點的張力 所以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D選項 D選項他說T3最小 T3最小對 T3是水平分量 就是任何一點的水平分量 都跟最低點的張力一樣 所以任意點的張力 一定都比什麼呢 最低點的張力要大 所以這個是對的 第一選項是對的 那E選項 E選項的話 他說T2最大 這個對的 T2最大 所以這一題應該選ACDE 應該選ACDE